大家好 我是烏秋風 又來到我們minecraft生物選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殭屍化豬布林 其實我更習慣他另外一個名字啦 殭屍豬人 你可能不知道的時間是 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 我們的殭屍豬人 是到2019年直播 minecon直播 才正式更名成 殭屍化豬布林的喔 這個改名當然也是為了之後的 豬布林的誕生而改名的喔 那個殭屍豬人這個名字 依叫就是 十年啦 從α版到現在 叫了十年 那個改名到現在也只不過 兩三年而已 看來要超過他原本的名字 還要一點時間啦 順便說一下齁 那個 殭屍豬人是繼 以歐以之後 第二個加入地獄的生物喔 第二點 我們早期 豬人的skin上面 為使用部分 是有彩蛋的 感謝這個 豬人skin的設計者 寫在這裡 那個 之前我也拍過一個影片嗎 五個材質包的彩蛋嗎 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第三點 其實在更早期 我們的豬人 不是綠色的 現在就是腐爛的地方 是綠色的嘛 早期這些綠色的地方 都是 紅色的 不曉得大家喜歡 紅色還是綠色呢 我只能感謝製作群 沒有使用紅色的啦 因為地獄都是紅色的 再用紅色根本就不明顯了嘛 第四點 我們的殭屍豬人 除了由豬布林 豬布林蠻兵 轉變而來之外 還可以由豬轉變而來喔 當我們的豬豬 被閃電打中的時候 豬豬就會變成 殭屍豬人 就跟大家講說 麥塊官方很喜歡豬豬美 第五點 我們的殭屍化豬布林 如果是從豬布林轉化而來的話 他手中拿的奴 是不會使用的齁 我們現在來扁他一下 欸 來 射娃 射娃笨蛋 他是不會使用他的奴的齁 射出你的奴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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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用打人的 用抓的 第六點 麥塊曾經有一個快照版本 14W03A喔 把殭屍豬人的精力 改成要由玩家或是玩家的寵物 咬到殭屍豬人 才能獲得精力齁 那個社群瞬間炸鍋了 為什麼 因為表示你沒有辦法做出 全自動的 金農場 沒錯 一個快照版本之後 麥塊官方好像順應名義一樣 趕快改回來了 就這麼一個快照版本 第七點 剛剛講到黃金農場嘛 現在主流的黃金農場就是 製造地獄門 因為殭屍豬人 會在地獄門的黑曜石上面這裡 這兩個位置 深層齁 所以你的地獄門 拉得越寬越長 那個出生的機率就越高齁 而且這個出生機率會隨著你遊玩的難易程度而上升齁 那個如果你是玩簡單版本的話 有兩千分之一 會誕生每一刻會誕生一隻阿 那個 如果你玩的是一般版本的 就變成千分之一 如果你玩的是困難版本的 就是兩千分之三阿 就增加一增加一 換算下來 如果你玩困難版本是0.15% 會誕生一隻豬人阿 每一刻的時間 第八點 即便我們保持隱形狀態 豬人還是會來打我們喔 喔呦 你是怎麼看到我的啦 第九點 我們的豬人 是沒有辦法跳過 一格高的岩漿塊的齁 欸 看到岩漿塊 腳就廢了是不是 蛤 跳起來阿 第十點 在生存模式下 Java版 豬人在我們旁邊 我們依舊 可以睡覺齁 但到了我們的基岩版 就不是這樣齁 那個旁邊有 那個豬布林 殭屍化豬布林 是不能睡覺的 這個到底是minecraft生物學裡面 多少個 Java版和基岩版 不一樣之處阿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關於殭屍豬人的 十件事了 對了 我們的殭屍豬人 跟殭屍一樣 很喜歡採海龜蛋喔 所以 做黃金農場的時候 海龜蛋 是必備的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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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